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万言万里,焕发出新声 古老与现代,冰雪与热情,点亮冬奥的梦想 2022年,冬奥会花落中国 越来越多人登上长城 一个鲜为人知的团体也在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我叫林长友 我是先领长城一名文物保护员 到今年已经32年 咱们今天都到齐了吧 它今天呀,风也大 有个比较多 冬天咱们主要的任务就是防火 这个是公务之众 天岭长城是明代长城 是齐光修建的 西至龙玉口,东至汪京楼 涌的是有67座敌楼 天岭长城 天岭这个长城啊 主要问题就是有啥呢 高地步平 尤其是有那个陡坡地方 提醒游客注意安全 小心滑倒 这些都是我们那个过程来源的基本工作 冬天嘛,主要任务就是防火 下雪的时候,我们就是组织及时的上城清理积雪 要不清理积雪呢 一动一化呀,容易把那个砖那个动裂 容易引害那个长城本体 临场有保护长城的经验 大多来自老一辈文物工作者 和长城保护员的悉心传授 这地楼叫西威尔楼 上面这个叫那个玛雅砖 都是今天维修的 以那个救救如救的方法 也是那险庭排出 给游客人带来的方便 您看这种墙叫多幅墙 古代人家的智慧 它是用的八字形 第一能保护自己 第二能看到外面来的人的情况 前面这些一乱乱的 人家叫藏墙 这也是阻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可以躲过来 它这个提到了保护自己的作用 长城穿越千年 风烟消散 如今 它依然承载着 众志成城 守望和平 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 也见证着新时代的文明与繁荣 相距五环齐下 相约长城内外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古老长城将再次绽放光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红了 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